10月16日 俄罗斯在联合国上提出了一个草案 说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可以暂时停火 也不是说不让你们打呀 就先让平民都有充分的时间离开战区 然后等平民都走的差不多了 再有愁的报仇 有愿的抱怨 你别天天对着什么学校医院 这些平民设施扎来扎去的 这要求也不算过分吧 反正美国人不同意 美国人给的反对原因是 俄罗斯这份停火之力草案 没有针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行为 发出误人和谴责 请 从某种角度上说 你们美国人说的有道理 确实要谴责攻击平民的行为 那就得两边一起谴责 所以在俄罗斯的停火产基础上 巴西进行了一些修改 将美国提出的 选择双方攻击平民的行为 加入了进去 然后在10月18日 再一次提交给联合国案例会进行表决 然后这次表决 他又没通过 谁反对的呢 还是美国 美国这次动了一票否决权 而这次美国人给的理由是 没有把以色列的正当反极权写进去 如果说上一次美国的否决有道理 这一次就纯纯找茬的呀 这里跟大伙简单说一下 联合国案例会决业怎么通过的 一般来说呢 联合国案例会有15个成员国 5个呢是常任理事 也就是中美英法俄 另外10个呢是轮值理事 这里面只有5个常任理事 有反对的权利啊 轮值理事只有同意或起权的权利 每一个提案就有同意数超过9票 才能判定为提案通过啊 此外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一个反对 那么该提案无法通过 俄罗斯方面的提案 只有5张赞同票 剩下的不是弃权 就是反对的 这个大家都理解 毕竟哈马斯只用了五个单 攻击以色列平民的行为 确实构成了恐怖袭击 必须遭受贤责 而修改后的巴西提案 得到了12个国家的支持啊 虽然俄罗斯不想投票 但他们也不反对 所以选择了弃权 另外英国和俄罗斯 那也是一个态度呀 所以同样选择了弃权 然而就在这个情况下啊 你美国人用了一票否决 这个提案 这次一贯不在外交场上 说重话的中国 也忍不住抨击美国了啊 中国代表对投票的结果 总是震惊的时报 也非常直白的抨击道 说相关国家 是不是根本就不希望 真正解决问题 就在所有人都陪一个美国 玩投票游戏的时候 在加沙地区 每分每秒都有平民 对以色列的杀害 不能不怀疑 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 给以色列图成制造窗口 其让他们更多的杀害平民 美国人站在人类对立面上 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2016年12月23日 联合国针对禁止 美化纳粹主义行为 谴责否认大屠杀言行 这一案进行表决 最终这项提议并没有被通过 美国和乌克兰两个国家 投了反对票 禁止美化纳粹 禁止否认大屠杀 这也不是一个国家 该有的良知吗 美国人到底害怕什么呢 为什么要反对呢 2016年12月28日 联合国提出发展权 应当处于中心位置的理念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他们的人民都有资格 有权力继续更好的发展和生活 然后美国英国 以色列提出反对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 其他国家人就不配活 2017年8月9日 联合国大会针对 土著人民权力宣言 自行表决 不出意外的这些白人 窜夺了当地土著人民生存权的国家 都投票几项反对 包括美国 2017年11月3日 联合国大会针对 终止美国的 古巴经济商业金融封锁 进行投票 美国和以色列再一次 投了反对票 这类联合国这次都没看下去 在官方通报中用了 捉了美国及其铁杆盟友 以色列这种带有 极强倾向性的字眼 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2022年1月 在联合国关于失误 也是人民权力的投票中 美方和以色列 是唯一投反对票的 两个国家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国家眼里 其他国家会 是反对他们国家的人 连吃饭的权力也没有 也是 看看今天的加加地单 你就知道 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会反对了 因为知道世界上最大规模 饥荒的就是他们自己 今年7月 埃及向联合大会提交 制止中东合伙在维基的年度决议 美国以色列再一次表达反对 习惯了 毕竟美国和以色列嘛 赞同才是不正常的 美国和以色列已经 公然走在人类世界的对立面上 他们现在做出任何反人道的行为 本虎都不会再惊讶了